拿到一大筆錢嗎 什麼之類的 喔對喔 我做過什麼事情嗎 我還可以 推笛子 你有這麼驚訝嗎 我驚訝是因為他練了一些沒什麼意義的才藝 台灣唯一的綠茶 然後也是我們是 你不是繼承人本人不是靈魘喔 不是不是 他們是誰啊 我們都愛你買茶的 你看 您現在收看的是觀賞文頻道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給我們更大的鼓勵 整片即將開始囉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職業訪談 我們難得出外景 然後我們現在人在這個 新莊廟街 感覺很多吃的 哈哈哈哈 好重點是 因為其實台灣各個角落都有非常非常多 很有特色的文化 然後有很多人非常關心自己的家鄉 然後也很想要他們在地的文化 有更多更多的發展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新莊的慈祐宮 聽說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是人嗎 我不確定 反正就是有東西在等我們啊 好 那我們來去看一下這個新莊的慈祐宮 以及旁邊有多少好吃的東西 那是宦宮耶 哈囉 宦宮你好 不好意思 你是誰 你就是我們經常找的特別嘉賓本人嗎 對 然後我還有帶一個我們朋友啦 大家好 我是 我叫鳳如 我叫做方雲 那你是幹嘛的 你是管這個廟嗎 還是什麼 沒有啦 你這麼年輕 那你到底來這邊幹嘛啦 雖然不是我管的 對 可是我們這裡有一些管事的 我朋友啦 我認識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回答 你好 你好 今天來代班的台灣VTuber回答 那我想問一下 什麼是VTuber啊 我真的沒聽過耶 哦對 那大家沒有聽過VTuber 但是一定有聽過Youtuber VTuber的話其實就是一種用虛擬形象 在Youtube上面製作創作 包括他直播啊 或者是影片啊 任何Youtuber做的事情 Youtuber都一樣可以做到 你是說他也可以拍業配嗎 對啊 他讓你來說一下 你自己還可以做什麼 來 你講一下 你做過什麼事 他會 你 我做過什麼事情嗎 我還可以 吹笛子 我們現在可以聽到嗎 你有想要表演一次嗎 你說吹卡祖迪嗎 好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等我一下喔 你沒有這麼驚訝啊 我就跟你說 任何Youtuber可以做到的 他VTuber一定都可以做到 不是 我驚訝 因為他練了一些沒什麼意義的才藝 所以他算是你們創作出來的嗎 還是他當時為什麼想要創作這個虛擬人物出現 我自己啦 就是台灣的文化相關背景的專業畢業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說 其實台灣有很多文實的素材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好萊塢電影啊 或者是ACG的動漫 其實都有很多有趣的題材 但是台灣的文實背景 卻一直沒有人在去挖掘這一塊 對 而且我也發現說像這些廟啊 他們其實背後都有一些 非常厲害的故事 史詩的故事 他這裡就會有很多名辨跟蟹鬥 但是廟宇就是作為一個 安穩 人心 還有和平的存在 那我就覺得其實這個理念滿好的 那我們應該就是在傳到這個理念背後 我們就應該要用更有趣的故事 去包裝這個品牌 那Vtube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好操作 或者是說好包裝 去行銷自己品牌的一個媒介 其實也很融蟹啊 就是我們今天之前就是參加到一個比賽 就遇到的就是聯發科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驚訝 他們聽到我們的理念之後 就覺得說 其實表上我非常支持 然後覺得也非常感謝 就是有這種機會 所以這個契機是什麼 是你們參加了比賽遇到聯發科 還是他們本來就是辦這個比賽 然後你們去參加 應該是說我們本來就有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就是其實算是我們 在這個旅程中遇到的一個鬼 所以他可以帶我們再逛一下這裡對不對 可以啊 反正我們要先去 好 走吧 走吧 所以你剛剛講到就是你參加了這個聯發科技的 自在加強活動 對啊 那當時你為什麼會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是哪邊知道這個資訊嗎 不是在華爾夫邊 欸 怎麼會講到家鄉這樣 然後我講到欸 好像不錯喔 假像家鄉妳就會 妳就會嚇到 怎麼會嚇到啦 所以就想說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同時去推 譬如說我們台灣的語言啊 因為語言其實就是文化的鑰匙 對 對 所以你必須要語言跟文化一起推 會想說有什麼媒介 然後我自己做出來之後 會想說 欸 我就是一個小舞台 就是一個學生 我可以在什麼樣的舞台去試試看 對 就是我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我勇氣最多 嗯 就是有點比較不要臉 不要熱血啦 反正失敗也不會怎麼樣啊 年紀還那麼輕 反正都試試看啊 可是妳是新裝人嗎 我自己不是 那妳根本拿新裝做實驗啊 妳是愛新裝還是討厭新裝啊 我們常常來新裝的時候 需要用塞車 對 對 因為剛剛我們在前面開的時候就一直 嗚嗚 大家叫做車這樣 那我想說到底是為什麼 然後我想說 其實 VTuber 剛好可以結局 我們可以在線上去重現這一個氣氛 對 透過品牌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還算 就是其實新鑰匙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地方 可是可以透過 VTuber 這個方式去幫妳完成很多 塞車的困擾對不對 對 對啊 而且如果說大家能夠 透過這個 IP 或是我們的品牌 大家喜歡這個東西 那自然就會來關注這裡的問題 那後來就是妳參加這個自在家 他有給妳們什麼實際的幫助嗎 拿到一大筆錢嗎 什麼之類的 對啊 哈哈哈哈 因為 VTuber 它其實對於台灣人來說 它是一個很新的媒體 不管是商家還是 對於小孩來說大人 他們其實不太了解說 VTuber是什麼東西 最多就是 喔 它是阿嬤 可以透過展現我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人想要來看我們的東西 因為大家以為是動漫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那好 大家如果不想看我們的東西 那我們去找人 找人想看 對 我們就拿著剛剛那種類似平板的東西 然後去看大家的作品 然後大家就發現說 其實 VTuber 是一個 你看到這個形象 你就很容易對它淘淘不絕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電話客人就是幫助到我們去 真正的讓大家實際體驗 所以等於算是用科技去結合一些文化的產業對不對 包含這個比賽現在啊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 例如說台灣各個角落的故事正在發生 然後這次加上這個比賽有太多人去參加了 包含就是新莊也好 就是全台灣86%的鄉鎮市區都已經有人在參加了 所以我也很想問說身上44%是哪裡 他說你們剛好不參加 哈哈哈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是除了新莊以外 還要再參加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們要先跟芳芸說再見 哦 好了好 那我們等一下是哪 來 這邊有個任務把它給你 等一下呢 我會直接在你到那邊 我會在你到附近 然後你要透過這個線索板呢 找到我們下一位受訪者 哎呀 我也在這個大熱天 我一定要訪問他嗎 哈哈哈 好吧 那現場最開心就是你 哈哈哈 沒有啦 沒有啦 拜拜 好熱喔 這是哪 你猜啊 實名字 哈哈哈 我來看一下 不對不對 它是個地圖 它是可以看到這附近 有一些那個 咖啡色的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點進去看一下 哦 就是一些製茶廠啊 然後 茶行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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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啦 這個啦 是嗎 是嗎 我看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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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白癡喔 就在這邊而已啊 到了啦 天方茶行啊 你們到底找到了 可是這個是幹嘛啊 correction 給你們進去入物卡 沒有 我不需要知道啊 因為我就確定去這裡啦 入物卡 你有進去問 我一定要問是不是 一定要問 好 這邊是那個天方茶行嗎 對 喔那俠民遠播跟你們有關係嗎 沒關係 是這裡是不是 對 哎呀找雙啊 哈哈哈哈 你好啊 你好 你們先介紹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 我不知道他們將來這裡 我不太知道現在在幹嘛 是是是 我就是俠民遠播行動派的 這個團隊的負責人 這是一個專案名稱 對對對 我們是一起去參加 自在家鄉的這個活動的 一群跨域的夥伴 喔那請問你是 我是代表茶行的 黃耀寬 對 我知道你 你看那個 這邊有寫 這邊 這邊有寫 OK 你是繼承人 對 我們傳承五代的這樣子 OK 所以剛剛我一直在掃的那個 就是你們發明的那個地圖嗎 它叫走毒地圖 對就是三峽茶廂的數位走毒地圖 其實不曉得主持人知不知道 我們三峽其實有好茶 欸欸欸 通常這個時候要說知道還是不知道 哈哈哈哈 對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我們三峽有茶 真的不知道 對那我們也是因為透過學校的課程的發展 我們發現哇其實三峽有很棒的茶 讓更多不知道三峽有茶的人 透過這個地圖就可以更多的認識到 三峽有很多的好茶 然後甚至能夠幫助到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你本來是做什麼 你是老師嗎 其實我是 是北大高中的老師 難怪因為他剛剛講話很難插斷欸 哈哈哈哈 請問這是什麼茶啊 這是我的碧羅春綠茶 太好喝了吧 還有嗎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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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就是三峽 特有的品種叫清新甘仔 在春天的時候製作成碧羅春綠茶 那所以它喝起來很鮮爽甘甜 它完全不會苦澀 對啊 對 所以我們三峽呢 就是大家所說的就是 台灣唯一的綠茶 然後而且是我們是 台灣唯一 你們是製作人本人不是靈眼喔 不是不是不是 會講話很緊張 會講話很不順 老師比較順喔 對對對 要很緊張 所以呢 既然你都來了 那 就跟我來去造茶吧 你說附近就可以直接採沙 對 就是我們的茶園跟製茶廠就在後面 所以我們現在立刻去旁邊採沙 對 有這個行程 有 上面沒有寫 好 我們剛剛採完茶了 不好意思 怎麼這麼多人 他們是誰啊 我們在參與 就在家鄉這個活動啊 我們的團隊組成是一個 跨世代跨領域的一個組合 那像我自己本身是 是學校的老師 你說哪個世代呢 我算是中生代 這個跨世代我很難分耶 還有我們的學生也是一起參與的 他是新世代 那這樣確實跨世代了 我剛剛這樣一眼望去 我也不確定跨哪個世代 是是是 所以當時這整件事情 就是你本人想做嗎 還是你們一起討論 一起想做 怎麼會開始這件事情 然後找到這些人呢 我們平常就有彼此互相聯絡 那特別是我們都 共同關心查這個產業 那後來聽到有這樣子的一個比賽活動 我們就覺得這真的太適合我們了 我們真的在這當中就是 一起來想個方法 我們一起來幫助在地的產業 能夠更好的發展 那林老師加入之後呢 你負責什麼樣的工作呢 因為我自己是學校的退休老師嘛 那麼所以 沒什麼事做 很多事做 因為長久以來 過去從地方的那個文化資產保存 到地方的這種產業發展 我都非常關心 那就對地方的這個查產業 的現況跟困境 有一些了解 所以那時候跟朱主任啊 那個志杰老師 大家一起談起來以後 就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 我們自己的力量 來為地方做一點事情 那我們先問一下張老師好 因為我自己的專長是做數位資訊 跟數位地圖的應用 因為現在的新的世代 其實都是在滑手機 然後是網路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方式 把本來這幾十年 三峽在做的 跟查文化的保存 跟教育有關的事情 我們就把它做成資料庫 做成網站 做成數位走圖的方式 放在網路上 就像觀光你 剛剛一開始會透過數位走圖 很快找到這邊 過往其實在三峽 我們已經在地的夥伴 已經都有在舉辦所謂的茶廂 很像輕旅行的活動 可是過往的做法比較是 就讓導演解說的老師 做解說 可是當導演老師沒空的事怎麼辦呢 比如說你想自己來 那你就可以透過數位走圖 自己拿的地圖 就可以來做 所謂的自主的輕旅行 所以其實數位走圖的方式 希望的意思是說 把這些資訊 變成是民眾信守年來 就可以去使用的 就變成大家來到三峽 多了一件事情可以做 而且其實是很有意義 很有文化的一件事情 對 可是三位老師講的跟真的一樣 我們問一下黃先生 你有什麼感覺嗎 有幫助到你們嗎 老師講的太厲害了 我們要問一下受惠者 有有 我們是最大受惠者 像老師所提到的 那個數位走圖的部分 或是說體驗的部分呢 是讓我們可以 繼續經營到下一代 我們以前都是以批發為主 做大量生產 但現在缺乏人力 然後也缺乏就是 生產者 所以必須要走更精緻的產業 所以要透過數位走讀 還有體驗部分 讓民眾可以加入我們茶行這一塊 就是更多年輕人 在網路上可以知道你們的資訊 對對對 你看又有人要來買茶了 生意到底有多好 哈哈 還是我們先讓他進來 你告訴我們這個茶多好喝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都來買茶了 你看 哈哈哈哈 他生意太好了 最近環保畢體蠻夯的 就一起設計的帆布袋跟飲料體袋 等於像你們的收編啦 對對對 就主要年輕人會對這比較有興趣 所以可以從文創商品去了解到 三峽在地的茶文化 對啦最後問一下老師好了 就是因為當時在 之前有參加這個自在家鄉的活動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活動當然持續在舉辦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可以呼籲大家 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來幫我們這個活動 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們在持續關注的 那其實透過自在家鄉啊 可以讓我們更能夠獲得直接的一個 不論是資金上的支持 或者是可以 也可以透過參與自在家鄉 讓更多的能見度被看到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鼓勵說 如果大家對於自己的鄉土啊 更多想要去更多的關注 想要更多的 幫助到自己家鄉的人事務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能夠一起 像我們一樣的去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這個自在家鄉的賽事 其實現在還是持續在舉辦當中 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舉 透過自在家鄉這個活動啊 可以發現很多台灣一些豐沛的創新力啊 或者還有更多好玩的文化之類的 所以如果說在收看這支影片 我知你們的朋友也可以 就是身旁如果有這樣的故事的話 可以一起來報名參加 其實只要上網搜尋 聯發科技自在家鄉 就可以找到 當然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點擊連結啦 今天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謝謝邱同學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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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個色有氣氛 一起隨手關關燈 開冷氣配電扇 別忘了要關上門 買家電照認真 就想找到對的人 簡單簡單又睡得安穩 057 0